吳耀堂在鴻磡开长生店 可以帮你扮生后事的家属暂存骨灰 每一个人的骨灰储存在这里 和它编名全部分了这么多盒来摆 现在这里都600多了 我们加上楼上那些三多情千个灰 现在就暂存在这里 接着未来的日子还会一路 只有入少出 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他说店铺中积传的骨灰越来越多 是由于政府立法规管私营银位 引入发牌制度影响了上位进度 发牌条已经通过了 私营银场已经暂停上位和买卖 变成买了位的人又不能上位 想买又买不到 那便会滞留在我们这些长生店 沙田渡泳园有110多年历史 过去都有出售银位 88岁的张汉是负责人 一直都想快些申请到牌照 但单单想设置一个新的法宝牢 就遇上困难 好像我申请了牢 那牢是怎样的 那规格是怎样的 环保署 走去问环保署的书 他又指了你骨灰扮的书 都不知道哪个部门 你说什么时候能申请 我不敢说 说不到 不是不敢说 香港福伟商会副会长黎孝仁说 现时多个政府部门 都没有提供足够的指引 现在政府本身自己都不断修订 申请牌照里面的表格 程序、指引 还在修订 有些提交了表格的 都要回去再修改申请表的内容 这会造成申请人的混乱 香港现时有超过150间私营骨灰银场 黎孝仁说 就算赶得及申请 估计今年只得大约10间可以领牌 试必影响已预够了申委的市民 食环署回应说 规管银场的条例生效时 已说明各项申请资格 并且向刑办人解释 至于发牌委员会新增的附件 亦是方便刑办人处理申请 星期日晚播出的经委线 还会看看有殯儀馆说 将来有殯儀出售 到底是否合法呢? 有殯儀出售 有殯儀出售 有殯儀出售